嗨,我是一心二雄的時間 今天這集會跟大家講渣傻扮夢的故事 唐宣宗李岑,原名叫李怡 大家先記住這個名字,叫李怡 特別是他媽媽姓鄭 他媽媽姓鄭原本是哲導師李琦時的妻妾 這個哲導師時兵敗就輸了 他媽媽入供服侍別人 很低微的工作,完全不是貴人 完全不是選美出身,沒什麼特別 但唐宣宗竟然看對他,寵恨了他媽媽 竟然跟他有了龍腫,生了李怡 這個李怡當時還不是皇帝 他當然繼續裝傻扮夢 你可以說他裝傻扮夢,歷史很難記住 判斷不到他當時是否裝傻扮夢 但宮中有人覺得他傻了 以為他不畏,不畏的意思是畏就是智慧的畏 覺得他不太聰明 歷史還記載皇帝、皇哥、親戚 喜歡玩他,覺得他不太聰明 記載的原文就是我今天拿電話的原因 跟大家學習文言文 他講他什麼呢? 他說 太和以後,益智韜匿 太和是年份 這個年份之後他都藏在自己 群居遊處 即是跟別人一起玩 群居的時候,未嘗發言 不太說話 人們肯定覺得他有啞 其實這個成語 口語都會說 裝傲扮啞 其實他只是裝傻 最後繼續說 他說文中恨十六集演習 簡單來說 有些聚會 Gathering的時候 好有其然 以為氣笑 即是說 誰可以鬥到他講話 有沒有人鬥到他講話 他不會講話 大家整班嘻嘻嘻嘻 取笑他 這件事的時候 為什麼我無緣地講話 就是一個 渣傻扮啞的故事 後來他拿到帝維 特別的地方在這裡 剛才開榜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過 他是宣宗 唐宣宗 他做了皇帝之後 他第一件事就是 治理宦官 打擊宦官 禍去 這是很履歷風行的一件事 很多皇帝都解決不了這件事 他做得到 歷史稱之為唐朝 一個挺中段的興盛 有個名叫大宗之治 大宗之治 就是形容那段時間 有個盛世 所以這個故事都蠻特別 告訴別人就是 炸傻扮懵 好了 第二個故事 跟大家講完就是 漢朝司馬爾的故事 司馬爾這個人厲害了 大家要讀過三國的歷史 司馬爾 大家和諸葛亮交手 大家一定聽過不少 司馬爾當時未去做官的時候 其實曹操已經想找他 司馬爾這個人都喜歡炸傻扮懵 他喜歡炸炸 還炸成病 很誇張 他哥哥本身是叫司馬朗 幫曹操做事 他已經是不想幫曹操 因為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覺得曹操的名聲不是太好 曹操當時的時候 亂世梟雄 朵又不是太好 粗硬又不是太好 不想跟他 司馬爾就假裝病 他說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你找我做官我做不到 我病 病假裝了不太久 曹操這個人都挺有趣 他就會被迫他做 曹操就覺得一個人 要是歸相信我 如果不是 就殺了他 大家就是曹操的心胸很狹窄 就逼他做官 推他上高位 司馬爾也因為這樣 踏上去 改變了一身 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一直歷任的時候 服侍不同的人 司馬爾大家知道 曹操 最後一直到整個東漢末年的時候 三國紛爭得很厲害 鬥得很厲害的時候 他打吳國 試過 選拳 打過屬國 劉比那邊的 朱國良也打過 立下了很多漢馬功勞 他的官衛越聲越誇張 掌握權力越來越多 司馬爾最後大家都知道 就是散毅 曹操毅 最後是改進的 故事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他裝病 裝傻裝病 他是很厲害的 這一次的時候 他裝病裝什麼呢? 就是曹操 當時的時候 已經掌握權力 那個人叫曹操 曹操有一次的時候 他拜祭 他就發動兵變 他一直跟曹操的時候 因為他被他加空權力的時候 裝病 裝不舒服 對朝政的時候 沒什麼上心 沒什麼興趣 不想參與其中 曹操的時候 放下戒心 司馬爾這個人 那時候70歲 已經歷史記載 他成功發動兵變 散毅國 成立盡 那麼 司馬爾這件事裡面 就一直去到死 他死大概是72歲左右 整個山藝的過程裡面 可以說是 一個字 他是很老謀心算 一個成語 一個字都不太形容得到 如果一個字 一個詞語 那些人說他有狼固 狼固就是他的狼有狼心 大家可以看一套 內地的電視劇集 叫做《軍師聯盟》 說司馬爾這個人 怎樣老謀心算 怎樣狼固之上 怎樣跟諸葛亮抗衡天下 這個人的時候 因為誠福很深 還有他跟人打仗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是用 智謀每次贏你那些 他會讓 等 輸少少少當贏 是一個很高深的智謀 那這個人 裝傻裝懵 裝病這麼多年的時候 先騙個曹操 拖了些時間 再騙完最後的時候 曹爽 然後最後的時候 竟然因為這樣 可以散到整個魏國 真是能人所不能 OK 今天兩個故事講到這裡 拜拜